總統賴清德在2020大選過後 以準副總統身份訪美 不僅跟當時美國總統川普 一同出席活動 甚至還到白宮國安會 與美方官員會談 寫下台美斷交以來 拜會國安會最高層級 當時跟賴清德會面的 前白宮國安會 台灣事務主任簡以荣 近期接受專訪時透露 三年前這場會面 賴清德準備充分專業深思熟慮 絲毫沒有給美國 任何造成擔憂的理由 當時賴清德會見近20名美國官員 全都給予他高度評價 等同間接破除 國民黨操作的美國依賴論 賴清德競選2024總統 美方其實對他很放心 交流的一個結果 讓大家覺得非常非常放心 也就是說他似乎是非常了解 現在的一個兩岸的情勢 這個國際的情勢 賴清德相當低調 畢竟台美關係只能做不能說 其實當時賴清德跟美方對談 許多台美合作議題 其中以上就是後續通過的 台北法案 擴大台美邦交活動範圍 賴清德務實與堅定 就是繼承蔡總統路線 日本媒體報導 蔡總統將在8月前訪問美國 可能有三種方案 巡禮燈輝模式到母校 美國康奈兒大學參加活動 或是參與美國智庫活動 以及到友邦出訪前 過進美國的方案 但無論哪種方式 據傳總統都會跟美方重要人士 進行會談 如果顧立雄 如果吳釗燮也都去美國了 蔡總統出訪的事情 基本上為什麼不能期待 總統核實訪美 外交部強調這些說法 都是過度揣測 但蔡賴都是美方可信任人選 在此基礎上 台美關係未來也將持續深化 在提供網站好永遠播 A3G消毒特別報導